生肖马明年会发生什么大事吗?需要注意什么? 咱们顺利度过2024年。 属马的朋友们,新的一年将会带来各种好运和重要大事, 无论是在事业方面还是感情生活中, 您将会迎来许多机遇和挑战。 同时,身体健康也将保持良好,没有太大的疾病和灾祸。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,属马人在2024年的各个方面。 属马者走势提醒,集星方面有八座、解身、天结等集星出现, 八座为显贵之集药,为属马者的事业学业带来很好的发展助力, 提升职权、知名度或社会地位,在外发展容易获得贵人慧祝。 解身和天结两颗集药流年入身, 可为属马者带来解决一些口舌是非、官司辞送、伤病麻烦的助力。 在凶星方面有七赤、寡秀、浮尘、蓄刃、丧门、地丧等黑药, 属马人不得不注意,属马者今年逢七赤、黑药, 意味着要提防损耗破败、疾病刑伤、一时受到口舌是非等事。 寡秀临身,不利人际交往和情感交流,容易心生孤独之感。 免疫序人要注意身体健康,以免因伤病开刀住院。 另外,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,要当心使用尖锐器具,运动或出行, 需避免意外红伤。 浮尘则需注意避免水患、产恶等事,尽量少去江河湖海等水域附近游玩, 有孕在身之人多注意健康和安全。 丧门和地丧亦有财富损耗、病伤缠身或白事等。 数码人在2024年将会有事业上的大爆发。 你们的努力和聪明才智将得到认可和回报,让你们获得升职加薪的机会。 同时,贵人也会出现在你们的工作领域,给予你们宝贵的帮助和支持。 因此,你们应该继续保持专注和努力工作,勇敢地面对挑战,抓住机会,迎接成功和财富的到来。 数码人拥有出众的才华和领导能力,在2024年里,你们将有机会展现你们的能力并获得更多的机遇。 你们的聪明才智将会得到赞赏和认可,给你们带来事业上的突破。 同时,你们要善于抓住机会,勇往直前,不为艰难困苦,用你们的才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 在2024年里,贵人将会出现在数码人的事业道路上。 他们将给予你们宝贵的帮助和支持,推动你们的事业发展。 你们要善于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,互相合作,共同进步。 同时,你们也要感恩和回报,将你们的成功与贵人分享,让事业更上一层楼。 数码人在2024年将会在感情生活方面幸福满满。 无论是单身还是友伴,都有可能遇到一个对你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人。 他们可能是你们的另一半,你们的爱人,或者是给你们带来幸福的伴侣。 你们之间的感情将会甜蜜且稳定,给你们带来无尽的幸福与温暖。 在2024年,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个和你们心灵相通的人。 他可能是你们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,有着相似的兴趣和价值观。 你们之间的感情将会犹如甜蜜的蜜糖般,让你们的心灵更加贴近,彼此相互扶持。 在2024年,你们与你们的爱人之间的关系将会更加稳定和幸福。 你们会更加包容对方的优点和缺点,相互理解和支持。 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,你们会携手共睹,共同面对,让爱情更加坚固和长久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。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纪晓兰在《月威草堂笔记》中写道,视若反常必有妖。 一件事,如果它正常运行,那说明它没有出现什么问题。 相反,如果这件事往不好的一面发展,甚至对人与环境造成影响,就说明它有问题了。 在斗鹅园中,为什么会出现六月飞双这样的异象? 按照元代关汉清的说法,因为有忠诚之人下狱,蒙受了不必要的冤屈,所以天宫震动,进而降下雪霜,警示世人。 这明显是小说家的夸张写法。 只不过,它却说明了一个道理,任何不正常的事,后面都伴随着不正常的情况。 干旱之年必然会持续高温,降雨较少,这是自然的异象,倒霉之人必然会事事不顺心,做啥事都会出差错,这是个人的异象。 同样的道理,在一个家庭当中,如果无缘无故出现了矛盾,那就证明后面有人在推波助澜。 倘若不加以制止,就容易导致家庭的崩坏。 人若反常必有鬼,事若反常必有妖。 家庭中出现这几个征兆,预示了不及的情况。 家中有惹事的人出现,会影响家庭的安稳。 曾广贤文,有言,见事莫说,问事不知,贤事修管,无事早归。 你遇见了什么事,那就不要说出来了,而是要守口如瓶。 别人问你做了什么事,你一概说不知道。 闲人闲事就不要管了,早点回家就好。 真正有智慧的人,不惹事,但也不怕事。 没有分寸的人,虽然不怕事,但一直在惹事。 而惹事的背后,则是不幸的开始。 老张的儿子前段时间跟别人酗酒闹事,被抓了进去。 而身为父亲的老张,也没有办法,只能花了一些钱把他搞了出来。 只不过,他的儿子依旧我行我素,不听老张的话。 据老张所说,他给儿子兜底已经花了好几十万了。 幸亏他生在富裕的家庭,否则他早就蹲大牢去了。 这说明了什么? 当家中出现惹事的人之后,不仅你的生活会受到影响,就连你手上的钱财也会不断地流失。 家中有懒惰的人出现,会影响家庭的氛围。 所谓勤能捕捉是良迅,一分辛苦一分财。 勤奋,终究是弥补缺陷的关键所在。 如果一个人没有付出过艰辛的努力,那他终究不会有任何的收获。 因为人之才华,需要勤奋来磨利。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,同样也需要勤奋的人。 比如长辈勤奋,那儿孙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相反,如果长辈懒惰不堪,习惯啃老,那他的儿孙就算品性再好,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 一个人的懒惰,不仅会影响自身的发展,更会影响家庭的幸福。 曾国藩跟他的家人说,天下古今之庸人,皆以一舵字质败。 不论这个人多困窘,只要他懂得勤奋,至少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。 不论这个家庭有多贫穷,只要儿孙努力,终究会走上坡路。 所以说,家有懒人,败坏好运。 家有勤人,好运自来。 家庭风气愈发浑浊,证明问题贫乏。 有道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,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。 积善积德的家庭,绝对有良好的福气。 而作恶多端的家庭,哪怕这家人如今有钱有势,也都会有破败的那一天。 这一切,时间会给我们公正的答案。 我们要知道,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 也许他们通过不好的手段发家,虽然大富大贵,可没有良好的风气。 如此,这个家庭的福气又能持续多长的时间呢? 在你看来,真正让福气永无止境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呢? 并非是盲目赚钱,而是学会积善积德,培养良好的家庭风气。 只要家风端正,而孙一个个都是勤奋且三观端正之人,何愁家庭不兴旺呢? 古往今来的世家大族,皆因好家风而兴起,也皆因家风污浊而衰败。 一切都是历史的自然规律。 家人争吵不堪,证明矛盾正在激化。 有教育家认为,原生家庭的不幸在于家庭矛盾的激化破坏了本就和谐的家庭环境。 古时候,为什么孟母要三千? 因为孟母知道,家庭环境对于孩子的影响那是巨大的。 孟母第一次把家庵在了坟墓边,孟子整天去学习祭拜的事宜,这不恰当。 孟母第二次把家庵在了集市旁,那里争吵不堪,喧闹不止,不适合孩子的发展。 可以说,家庭争吵与否,对子孙后辈的影响是巨大的。 一个良好的家庭,理应人心凝聚,团结一致,相互妥协。 而不该尔虞我诈,相互算计。 这,只会推动家庭走下坡路。 真正良好的家庭,绝对是安静且和睦的温暖之家。 如果让你选择,那你是选择安静之家呢? 还是选择吵闹之家呢? 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前者。 所以说,保证家庭的安静,这才是兴旺发达的根本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。 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。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。 下期见。 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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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mentum 。